不洗牌的社长有多赖皮 刚击败玛丽克的王阳 现在又要对上海马 突然人偶战了起来 玛丽克告诉游戏 他马上就要到你们的城市 并且他要从城之内下手 王阳一听 立刻舍弃海马 直奔下一场打牌场地 刚跑回城市 就遇见胖兽兄弟拦路 他们的目的是要拖住游戏 居然用经典方式来决定谁先上 王阳被气炸 刚要发动黑暗游戏 社长出现了 表示要打组队战 他要让王阳见识下他的神志卡 果然社长开局从不洗牌 先召唤龙族霸王上场 再配上两只幻龙敌 一只可以召唤两只龙族 于是开局就召唤了三只青眼白龙 外加一条凑数龙 可惜第一回合不能攻击 到了王阳回合 刚覆盖两张卡 立刻就被社长呵斥 表示他一个人能搞定 让王阳不要多管闲事 行行行 我就静静看着你装杯 兽子表示不慌 抽牌 是神反卡 覆盖怪兽引诱社长攻击 轮到社长回合 果然有了新欢 三只白架只能沦为祭品 社长开始大笑 发动巨神兵的特殊能力 吸收几方两只怪兽的能量 就可以破坏对方全场怪兽 兽子还想发动神反卡 可惜在神志卡面前 陷阱是无效的 打牌打出了核弹效果 巨神兵一拳锤废俩人 此时的游戏与社长 都集齐了最后一张拼图卡 社长也用公司系统 定位到了城之内的位置 于是俩人开始结伴前行 此时爱搞事的暗莫梁 在胡同堵到了玛丽可 黑娃 把你的千年法器给我 那你帮我干掉游戏 我就把法器给你 好的 黑亚二人组达成合作 而此时的城之内经过苦战 召唤黑豹战士 配合锁链飞镖与雷电之间 击破尾目的要塞金 至此城之内也集齐了六张拼图卡 不过在众人出来的时候 本田前去接近乡 莫梁假装受伤 让玛丽可与城之内混属 然后控制一群黑衣人 上演了一出苦肉计 并且抓住了性子 游戏与社长还在寻找城之内 突然古鲁斯猎人出现 并且带着被绑附的龟瓶 没错 豆豆又被抓了 要求社长与游戏 在高楼的屋顶上 进行组队的双人决斗